央视财经央视财经评论,11月30日24时,新一轮成品油条价窗口再次开启,国内油价了迎来三连跌,全国大多数地区92号汽油将回到六元时代,这是本月油价第三次下调。 好,国内油价下调的原因是国际油价的持续暴跌,近期,国际原油期货价格,曾连续12个交易日收跌,创下34年来最长连跌记录,10月初至今,国际油价暴跌30%,布伦克原油期货在触及近86美元,每桶的四年高点后,大幅回落,降着60美元桶以下。 美国WTI原油期货,也已接近50美元桶。 国内油价进入60大油价下行能持续多久,油价是不是越低越好? 30日晚,央视财经评论,到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,韩小平,和财经评论员张红做客演播室,深入解析,已将在降低在哪里,韩小平,需求不振油价或将持续低迷, 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,韩小平,需求不振实的油价实是低迷。 最近,同用汽车关闭美国的汽车工厂,造成14700元失业,这个事情确实引起了震动,这说明美国的汽车消费乏力。 此外,下半年以来,中国汽车消费也出现了下降,两个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双双出现消滑,这显然会影响石油消费的需求。 需求提振不起来的话,油价就有可能会持续低迷。 张红,供给过剩经济帮缓地缘政治是主因,财经评论员张红,供给过剩,经济增长放缓,还有地缘政治因素,应该是这次油价下跌的主要原因。 今年上半年,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非常不稳定,出口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,另外美国恢复了制裁伊朗。 这种情况下,油价一度升高,石油组织曾经组织过各个产油国进行大量的增产,沙特阿拉伯看到增产太多后油价会出现问题,所以想大方面减产,而美国希望通过增产,能让自己的经济向好。 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产能过剩,进而推倒油价下跌,价格叹地越低越好。 韩孝平,低油价是双任劫有利有弊,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孝平,油价下行,肯定会自己经济发展。 算一笔账,今年北海布伦特的油价,最高达到了80美元,现在是58美元。 这样算下来的话,中国目前每天进口原油960万桶,一天大概可以减少2.6亿美元,相当于十几亿人民币。 很好的刺激了进口,同时来看,油价下行是一个双热键,看着很好,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。 比如,石油工业的上游,很多开探开发的投入,现在如果不去投入,相关的就业和收入就会受到影响。 这样对整个行业,包括石油装备的产业链,都会产生影响。 张宏,邮件伤心不利于能源创新,财经评论员张宏,油价过低,会伤害到能源创新。 长期享受这种低油价,可能对新能源行业发展的各个领域,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以及追求,带来伤害。 更重要的是担心对新能源研发,对于新能源需求会不利,如果人们觉得既然油价便宜,那就继续用石油好了,何必去想别的办法,所以油价过低,带来最严重的问题,可能会对新能源开发产生阻碍。 因此我们一定要放长发展的眼光,韩小平,油价下行能源安全镇压,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,韩小平,油价下行,会让我们的能源安全承受很大的压力。 未来一年,我们的石油进口会达到死年吧?一多,但是如果因为油价很低,国内的产量上不来,还继续维持在1.9亿吨这样的产能,对外依存度就会达到72%,去年我们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只有68%多一点。 如果继续提升,压力是非常大的,一旦石油公益出现问题,国家的能源安全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